1977年8月 中央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明确了高考制度 当然这样一个制度 牵扯到方方面面的政策 一些具体的工作还需要细化 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 于是1977年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 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 邓小平提出要恢复高考 而且提出教育部 要把原来的招生的考试的意见收回来 为什么要收回来呢 因为在这之前 教育部已经开过了 1977年的全国招生工作会议 是在1977年的6月29日 到7月15日 在山西太原召开的 那次会议上 对于招生改革 已经做了一些改革 要求从高中毕业生当中 直接招收一些学生 但是总体上来讲 还是维持了过去 自愿报名 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 学校 复查 这样的一种方针 那么既然现在定下来了 今年要恢复高考 所以呢 邓小平就要求教育部把这个报告撤回来 重新写报告 所以根据邓小平的这种建议 在1977年的8月13号 教育部召开了第二次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 应该说一年召开两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 这在历史上也是没有的 这次会议就是要落实高考 这种制度的恢复 以下轰大政策的问题 这个第二次的招生工作会议 开得并不顺利 在于这个群众推荐要不要 领导批准要不要 争论不休 还有一些人呢 这个思想不够解放 所以呢 开了一个月也没有结果 那么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邓小平又表态了 在9月19号 邓小平召集教育部的负责人 明确地提出 教育部要积极主动 大胆地去装 说现在他们呢 现在胆子太小了 你们要放手去装 大胆去装 要独立思考 把问题弄清楚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该自己解决了 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不了的 报告中央 教育方面的问题呢 成堆 必须理出个头绪来 说现在啊 群众的尽头起来了 教育部呢 思想要提高 认识要一致 赞成中央的就干 不赞成的就改行 邓小平说的非常严肃 那么通过邓小平 这样一个谈话 有力地促进了 这样一个教育工作会议 或者说 这个招生工作会议的 顺利进行 教育部迅速地 把邓小平这个谈话 传达到这个 招生工作会议的 代表当中去 代表们的纷纷的 这个议论 热烈的拥护 所以这个会议呢 就进行的比较顺利了 9月25日 第二次的招生工作会议结束 新的招生文件 基本定稿 10月3日 邓小平将教育部的 这个两个报告 上报给中央领导 而且写了这样一个批语 此事较急 请越后批议政治局会议 讨论 记住 建议近几日呢 就开一次政治局会议 连同红旗杂志啊 关于教育的评论文章啊 一并讨论 中央相关领导呢 很快地转发了 这样一个信件 让政治局委员呢 来这个约邓小平 这样一个批示 在10月5日 中央政治局就讨论 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 关于1977年 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 后来呢 就转发下去 经过修改以后 报上来以后 邓小平又明确说 我看可以了 让教育部抓紧来 进行落实 同此 高考制度啊 可以说正式地确立下来 我们说 高考制度啊 牵扯到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他的很多政策 是很复杂的 是需要完善 其中有这么几个问题 需要逐步地解决 这些问题呢 都是在邓小平的 大力推动下解决的 第一个 就是改变录取的比例 扩大招生的范围 因为邓小平拍板 恢复高考的时候啊 当时就说 下决心 从高中毕业上中 直接来招小学生 不再搞群众推荐 这也是这个 恢复高考的 题中应有之一 本来的意义就是这样 但是呢 当时是有十年的时间啊 积压了数千万的 社会知识青年 他们怎么办 他们应该占多大的比例啊 这个是一个 严肃的政策问题 所以在9月5日 教育部向邓小平 提交了一份报告 提出来啊 说这样一个招生政策啊 涉及到城乡 知识青年和高中运渐毕业生 达到三千多万人 那么这样一个招生的办法呢 又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 所以需要周密地去考虑 防止呢 对这个工农业生产啊 引起一些波动 邓小平看到这个报告以后 第二天就给中央领导啊 这个写了一封信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啊 这个招生问题很复杂 至少应该有80%的学生 需要在社会上召考 这样呢 才能够保证质量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 所以1977年的这个招生文件 规定啊 凡是工人 农民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还有回乡青年 包括按照政策 留在城里的 没有分工作的这个青年 还有复远军人啊 干部 还应届高中学生 符合条件的 都可以报考 录取的比例呢 是应届高中毕业生 在20%到30% 绝大多数生员呢 来自于社会 有了这个政策 可以说十年积压的 这个广大的社会知识青年啊 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第二个 就是放宽招生的年龄 和婚姻的限制 在开始这个文件的时候啊 曾经规定说考生年龄呢 应该在20岁左右 不超过25周岁 而且要未婚 但是这个规定啊 对于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 也就是1966 1967 1968 那么对他们来讲 无疑就下了诸科令了 因为他们经过十年啊 已经三十多岁了 而且很多呢 还有了结了婚 有了家庭 所以对着老三届的这批学生啊 应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这是一批特殊的群体 邓小平也是十分的这个爱护 他早在5月24号啊 谈话的时候就明确地提出来 说要采取一个特殊的政策 通过严格的考试 从1966 1967届高中毕业生中呢 选拔学生上大学 正是在邓小平的关怀和推动之下 1977年这个高考年龄啊 开了绿灯 规定呢 范师有实践经验的 比较丰富的人 年龄可以放宽到三十岁 婚嫂不现 那么到1978年的时候呢 这个文件有明确的规定 说年龄可以放宽到三十岁 就是这一条政策啊 可以说啊 是很多这个大龄青年 也圆了这个大学梦 而且还有一条规定 就是说大龄青年啊 功龄到一定的年限了 可以带工资来读书 那么这条政策呢 就是那些已经结婚啊 有了家庭的 人呢也解除了这个上学的后顾之余 第三 就是修改这个繁琐的政策条件 实行择优录取 那总之 就是说招生呢 主要抓两条 第一 本人的表现要好 第二 择优录取 最后这个招生文件呢 明确的规定 这个招生呢 实行这个德智体 全面衡量 择优录取的原则 政策呢 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政治表现是什么呀 主要就是 政治上历史清楚啊 拥护中国共产党 热爱社会主义 热爱劳动 遵守革命纪律 决心为革命学习 应该说啊 政审条件的这个修改啊 也是引起了全社会强烈的反响 可以说 也是当时招生当中的一项重大改革 经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的改变 在10月21日 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等各大媒体 以头条新闻发布了 恢复高可的消息 应该说 这样一个消息啊 很快地传遍了中国大地 广大青年啊 奔走相告 可以说是万众欢腾 有人形容说啊 犹如滚滚春雷 极大的震撼了 每个有志青年的心理 恢复高考 也是我国迎来了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这样一个春天 当时的人们啊 求知的欲望非常的强烈 就只想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 所以社会上形成了一个 读书学习的热情 当时上海啊 出版了一套书 叫数理化自学同书 可以说这套丛书啊 给渴望上大学的青年们啊 带来了自信和希望 当时啊就出现了 在这个新华书店的门口啊 连夜排队 来抢购的现象 而且这本书呢 多次重印 还供不应求 应该说 很多这个青年学生啊 是看了这本书 走入了科学殿堂的 因为当时啊 受这个时间啊 教材啊 考生诸多因素的制约 考试呢 不便于全国统一进行 而是由各省 市单独的组织 安排命题 考试和阅卷 一系列工作 因为积压了 整整十年的考生啊 一起走进考场 组织上是有难度的 而甚至经费上 也有很大的困难 当时纸张也很短缺 这个问题上报到中央以后 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 最后决定 参加高考的这个经费 不能给这个群众增加负担 每个考生只收0.5元 其余的经费 由国家来负担 从1977年的 这个11月28号 到12月的25号 全国各省市自主区的 这个考试啊 在这个期间完成 当年录取新生27.3万 那么这批新生呢 是1978年春天入学了 录取了这样一个新生啊 应该说是政治立场坚定 有理想有才华 这些人呢 后来都成为改革开放领域的 骨干 为我们的社会对现代化建设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应该说 1970年恢复高考 不仅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 也改变了我们这个国家 和民族的命运 为我们后来国家的发展啊 奠定了坚实的人态基础